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要带大家从 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看在一些争议性话题背后 我们必须要特别去关注 去了解的一些 在制度上面的一些问题 大概在去年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制作团队到了凯道 凯道去访问了 Barnay也访问了这个马耀 那在那一天其实 看起来当时他们才开始静坐 其实没有多少的日子 可是没想到这一转眼已经一年了 而且他们原本从凯道的 在凯道的这个人行道上面 事实上也被迁移到 228纪念公园 在捷运出口的地方 但是其实一年之后 不管是马耀也好 Barnay也好 是Nabu也好 还有很多原住民 或是汉人的朋友 其实也是不断的在那边 在去静坐声援来表达 他们对原住民族 传统领域的一些 这些原本的要求跟期待 但是很遗憾很可惜的是 包括赖清德院长也曾经到了现场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几乎是在原地踏步 没有任何的进展 今天在节目当中 在一年之后 我们要来跟大家访问的是 马耀比后来谈这一年来 他的整个心路的历程 以及他所看到的 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变化 还有更重要的是 在这一年之后 似乎没有人理会 那为什么还要再静坐下去呢 马耀你好 中翔灿烂时光的朋友 新年快乐 对新年快乐 可是你有没有很开心 还是你其实有点难 也是一种创纪录 能够做那么久 也是一种纪录 还是要勇敢快乐的面对 我记得我们上次访问的时候 你曾经举过是 澳洲还是哪个国家的例子 他们三十几年 澳洲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后来的结果是什么 一年而已 很少很少 那他们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后来三十几年 做完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还是在那边 当然多少有些进展 中间会有陆陆续续 有一些成果 有些成果 他们是看得到的 只要有做 不见得会有希望 坐在那里 或静坐 或是做一些事情 但是没有做 肯定不会有任何希望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放长远 如果从高医生 或者是罗行瓦丹 他们七十年级 就开始在努力了 但他们努力的结果 是被枪决 我们还活着的话 那应该更要努力去做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从事社会运动 非常重要的 一个基本的态度 就是我觉得 不管是面临到 多么艰难的 这个环境 其实要乐观的态度 或者是 甚至他可能 说实在 他必须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长期的抗争 的这个结果 可是说实在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你没有任何 曾经沮丧 或是失望的时候吗 或者是想说 反正就是 我就默默的离开就好了 那走了就走了吗 很多东西本来就 也不会太多人关注 那离开也无所谓 我们阿美族 很多比较靠海边的 老人家常常跟我们讲说 你们来到都市 特别到台北 你一定会受伤 会跌倒 但是你再怎么样 都不用伤心难过 因为不管再发生 多大的事情 明天的太阳 会在一样的地方 一样的大小会生出来 不会因为你伤心难过 太阳就不会出来 太阳不会等你 我们很小就会听到 老人家常常 我们在那边 厂长很少人 那也厂长会有人路过 不管蓝的绿 都没有批评指教 跟什么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看到 只要每天有20个人 经过那边 因为跟我们讨论 那透过小讲堂 每天可以影响30个 那直播的不算 我们每天可以影响50个 50个 50个 那我们就长期的想说 罗西娃娃娃 他们70年前开始努力 到现在是70年 如果我们放眼100年的话 我们不相信 做100年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不相信 做100年不会成功 那现在只是 后面还有30年 但成功可能不会在我们身上 没有关系 后面一定还有年轻人 大家的努力 一定可以看得到 很大的改变 总共这样想 你都一直保持这么乐观 没有任何的一个时刻 心情会掉下来 掉下来的时候 多会点咖啡 多喝会提神的饮料 应该就可以改变了 因为我们每天坐柜台 我们总不能够脸皱皱怎么样 我们在提醒我们自己 有年轻 特别看到年轻来的话 这就是希望 但是也会有老人家来 从花莲可能到台大看病 老人家也会带一些 芭蕉对部落的菜 就是他用这个来表示 他对这个议题的支持 他可能很不好谈 他可能不好待太久 他会带芭蕉给你 其实这就是一种支持 我们就是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只是这个点 什么样扩散到 可以有影响的数字数据 我们不知道 那北宇女的学生 他们的校看前面11页就在写凯道的事情 建中的学生 附中的学生 或者松山高中 树林高中的高中生 都一直来一直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力量在这里 这是一个非常 刚刚谈到是一个非常重要 在从事社会抗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那你刚刚有谈到说 在那个地方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不管是从这个凯道上面 或是后来到的这个捷运站的这个出口 一般的人怎么去看待你们呢 一般本身有很强硬的立场的话 很多就直接骂嘛 不管按以前在旧部落的话 按喇叭三字经 什么什么状况都有啊 蓝的绿的都有各种批评 或者想表达那么意见 但是慢慢很多年轻人会想要来听 他可能不一次就到柜台 他可能在远远的地方看艺术作品 或者看我们现在有些背板 有讲四百年前的事情 有讲五千年的事情慢慢慢慢 如果他想亲近的话他会来柜台 我们现场有很多本课本 但更多年轻人是想过去知道 台湾的历史到底是什么 我们也不大喜欢只讲传统领域 这一两年发生的事情 我们希望这四百年前的转变 是如何转变到现在 康熙用政前隆到日本这个转变 如果我们更想知道说 这是讲四百年前 大家都知道 现在台湾的首都在台北 我就问说那四百年前在哪里 有些人好像知道是在台南 我们说那四千年 台湾热闹的地方会是在哪里 大家就不知道 热闹的地方不见得是叫首都 那台东是很热闹的地方 这段历史 很多人知道 大家可能即使大家不愿意讲 我们再有一个部分叫小讲堂 那小讲堂 我们各种政治领域 或者是转型正义 音乐美术 我们都要得到 考古的都来 当时我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要了那么多的历史学者 我们没有一场是来谈台湾的历史 那过去很多人做转型正义 他们的转型正义里面也没有做到原住民 但他们都愿意来分享国外的 或者让给台湾原住民转型正义 给一些意见 但是很 这个事情很特别的 台湾研究 研究台湾历史的历史学者 竟然没有一个来来谈 很尴尬的 为什么 这次结果是这样 我很不好解释 那事情 我们邀了很多学者 那结果就是没有人来 所以因为转型正义很好谈 是别国的经验或者方向 那历史中好像就比较无法多远 好像就有某种颜色 或者就像过去我们蓝的时候 指责我们去抗议 蓝的话跟我们绝交 绿的时候表现不好 我们去抗议 那绿的跟我们绝交 因为大家都只有一个某种立场 那历史好像有一个主观的位置来看 那原住民的历史角度就没有 就谈起来好像 如果我站在那边 我站在那边就不是你那边 好像历史上必须有一种选择 就像某种宗教上 一定有一个坚定的立场 所以谈到这个就很尴尬的现象 这其实在大概一年多前 我们也访问马耀的时候 有提过一个问题 就是谈到这个所谓克刚正义 大概在一两年前 事实上我们也谈到说 在现在的克刚里头 虽然我们看到所谓的中国史关 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台湾史关 可是原住民史关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不是吗 那总统府有一个原转会嘛 里面有五个小组啊 其中有一个就是历史小组啊 就他们的这个小组的工作 是要写未来12年的克刚 他们的工作 我听到快昏倒 那在总统府做历史转型正义 最重要是历史啊 那你应该是调查从清朝就算 从日本跟原住民有多少的战役 死伤了多少 丧失了多少土地 丧失了赔偿了多少 或者国民政府的时候 发生哪些事情 特别是那个清朝的战役 日本的战役 各种的战役的影响 应该去做这个 不是这只是写课本啊 所以总统府的历史正义委员会 就不敢面对这些历史 而只愿意去改一些些课本 我听到在这就很清楚他们的立场 我们要多做那些 我也没有做调查 我只是在课本里面可能三小时 蓝绿过去都很有共识嘛 128个必修的时数里面 只有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原住民的历史是 1.5是考古 活着的只有1.5小时 那过去16组现在是30几组要写历史 他可能只愿意在这里开放 我们就觉得这个 转型正义是不会有希望的 是假的 就是这样 对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没有这种所谓的 不是只有在课本呈现 即使你要在课本呈现 你也必须要所谓的研究 研究很重要是所谓的调查 你必须要从调查的过程当中 没有这些东西 它就不会有后面的所谓的课本 或是在教科书上面的呈现 刚也谈到一个转型正义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 在我们现在看到在228这段时间 大家又是非常的热烈的 在讨论转型正义的问题 特别是看到 这个蒋介石的这个灵鹫被颇红漆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议题 可是很可惜的 就像你刚刚谈到说 我们谈到转型正义 似乎就只有统独 蓝绿 国民党跟民进党 我之前在热身保留运动的时候 我就说 其实热身的这些阿公阿嬷 他们事实上也是要面对的是 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 因为在过去的医疗 过去的这种所谓的科学知识不清楚 所以他们被迫了 变成是一群的受害者 那同样的在原住民族 跟汉人之间的 这种转型正义的问题 恐怕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去年 我们2016年8月1号 有些人去抗争 那8月3号我们开一个记者会 就说小英的转型正义是假的 因为没有调查权 你再怎么努力开 再多的会议 再多的钱都是假的 因为没有调查权 讲白话就是 一般的四轮车 一般的轿车 怎么样开不到山上 要有四轮船动 你没有这个武器 没有配备的话 怎么开都不会到 到达不了 而且很像很努力开 花了很多的油钱 很努力的冲 其实那实际上就是到不了 那只是假象 那一整年下来 小英的转型正义 针对原住民 做了好像很多事情 哪一个有去做调查 做真相调查 有哦 核废料 真相调查小组 针对核废料 名称是对的 有内容吗 没有嘛 对土地的伤害是多少 对人的影响是什么 有没有要赔偿 有没有要把核废料 迁移开 完全不去提 所以都是假的 所以白奈为什么什么 就是一个字 骗 就是一个字 骗 所以这一个观察当中 这一个观察里头 远转会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有 因为我们都说他空转 他说有 你看我们现在今年预算 因为他不是正常的机关 只是这样定 写说我们来的 也没有预算 就是有 你看顾立熊 那现在是林峰镇 那个不当当场 他一年预算才5000万 我们已经东吴挪西扣 从教育部 外交部各个拼拼凑凑 拼了4000多万 以前 我们说那边当场会有50 50个人 他们一开始这边只有4个人 有10几个人 问题那边 两个礼拜至少开一次会 开了20几次会 而且做了很多件的处分 那这边好像人 好像有预算4000多万 然后今年有10几个工作人员 三个月开一次会 能够做什么事情呢 那一年下有没有做过一件 能够拿出来的事情 没有就是存开会 存聊天 不会改变事情 不是那些人的错 也不是这个 就是制度 没有调查权 就是假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是假的 不是那些人不努力 就你就没有这样的权限 没有这样的权限 你就是只能够存开会 存聊天 不会有结果 他就是不愿意给 那现在去年通过了 民进党通过了 促转条例 里面还是没有原住民 事情就是这样 那什么时候要通过原住民 那段一康他说 11月的时候他说 5个月之后 如果民进党没有原住民 促转条例他要下台 只能够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当他们也说 也这样去年年底也说 今年3月底 要送涂海法 送到原转会 也都只是这样子 楼梯升楼梯升 我们在撑在那里的作用 这只能够是这样 如果我们没有撑在那里 这些事应该都不会发生 我们撑在那里 不会改变事情 那我们撑在那里 就让原民会 然后立法院 中东府好像都要对外说 我们没有空转 他们都说我们空转 我们没有空转 你看我们有做这些 我们有预算了 我们有有有 一点点一点点 那我们努力的话 就是让更多人知道 让更多人知道 让更多人知道 特别是越多年轻人知道 就像核飞料是一个标准 其他每个立委会都说 你不要说 没有一个县市长会收的 你去每个县市公投 也没有人会去收核飞料 那蓝玉灯 从小没有用过核能发的电 就要一直继续承受 这样的苦果吗 然后现在柯建民 这个世代的立委 不愿意去做改变 我不相信林飞凡 或者是陈维庭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会这样子面对蓝玉灯 我不相信 刚刚马耀讲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一直坐在那个位置 其实就是在那边 抗争的位置是很有意义 而且是很重要 虽然我自己也常讲说 绝大多数的社会运动 它都很难在短期当中 看到这样的一个 他所做出来的 当下所宣称要达到的目的 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他可以去促成 更多的公共讨论 而这公共讨论 当然主要从乐观的角度来讲 他也会变成是某种的 一种监督的力量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要回过头来 谈一个更原本的问题 就是到底为什么 马耀他们要坐在那个地方 坐了一年多 当时提出来的诉求是什么 虽然这个提出来诉求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行政院院长 赖清德也曾经到了现场 但是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还没有改变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原载报新闻 正义三年的码头山事业废弃物演埋场 本月二号再开环评会审议 赞成与反对方军动员支持者到场示威 几度与警方发生冲突 由于登记发言者多达35人 会议开了七小时 最后决定补件再审 在召开环评会前 反对开发的自救会提出新施政 指控开发单位的环评资料造假 15口地下水观测警钟 有6口没开筛 支持开发的团体则认为 自救会的指控没有根据 应该交由专家审查 多名生态学者则表示 码头山生态丰富不适合开发 专门研究陆穴的专家刘鸿昌指出 在码头山发现后援则械族群 可证实此地拥有丰沛的底下水 研究台湾生态40多年的 陈大台文系主任陈玉峰也说 码头山拥有全台独一无二的 青灰岩地层生态体系 地形特殊 却常年遭到忽略 高雄环保局则表示 本案一切依法审查 严格把关 绝不敷衍 228纪念日又到来 全台各地持续皆有行动 追讨转型正义 台湾原住民也在当天 以生狼烟的方式提醒各界 台湾的转型正义 不能漏掉原住民的历史正义 今年的生狼烟仪式 选在花莲秀林乡 雅尼矿区山下举行 反雅尼旧会成员向祖林控诉 雅尼至今仍不放弃开采 转型正义根本没来 反而越来越糟 雅尼则是在27号发表声明表示 愿意透过原机法21条 与当地部落进行资商程序 矿业法虽将纳入原机法21条 矿区开采必须整个当地的原住民同意后才能进行 但村民气愤表示 法规充满陷阱 原因就是当地的富士部落共有7个 全部都可以参加谈判 村民质疑 许多不住在矿区山下的族人 没有权利代表当地声音 希望政府能限制参与部落会议的成员资格 近来台湾高教掀起教师出走潮 去年行政院长赖清德以上任就宣布 公教人员加薪3% 希望借此未留高教人才 然而高教工会统计发现 教育部只大幅调高郑教授本心 质疑将拉大教师间的薪资差距 而学术研究费部分则是除了郑教授外 其他根本没达标 高教工会点名 以专任教师而言 本宏虽然都加到3% 但教授级的调幅高达7% 而学术研究费 郑教授调幅达10% 其他都在3%以下 薪资差距明显拉大 高教工会呼吁 至少要让公教人员的薪资 跟上物价水准 否则政府想留财 困难度将逐渐提高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 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翔 在刚刚大原载报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高教工会开的记者会 里面有提到说 虽然行政院有提到要加薪3% 但是其实并不是真正的 所有的所谓的教授大学老师 都能够加到3% 反而是可以看得到 如果用把所有的薪资拿进来算 而不是有算本分的话 其实绝大多数的 这个非大学教授级的 就是主理教授或副教授的等级 事实上他的不到3% 而郑教授他的瞎心 事实上是非常高 那事实上我们在台湾 一直在面对到一个问题 就是还好像 这个一方面高教的老师 高教的大学 博士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可是又好像很多的人 都被挖脚挖走 那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 你怎么样让这些比较年轻的人 愿意进入到这个教育的体系 或是有机会进入到这个教育体系 一个非常重要是 他基本的劳动条件 都应该要让他有一些基本的完整 而不是去特别的去拉高 这样一种差异 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马耀比后来跟大家谈 这个传统领域的问题 马耀你好 在刚刚的节目当中 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有提到了 其实你们在已经在凯道 在这个228公元前面 已经做了大概一年左右 一年多的时间 可以再跟我们回顾一下 当时为什么会开始有这样一个行动 你们在一开始的诉求是什么 因为在2月14号 去年圆明会公布了 传统领域化射办法 因为他的化射办法 只可以化公有地 私有地是不可以化的 那我们觉得 传统领域应该要公私有多具化 那只是过去的历史 这个阶段跟土地的所有权材权 没有太大的关联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恐怖 所以我们在去年2月23号 就开始在凯道上面抗议 不小心就过了一年 那我们的诉求就是 要修正这个不好的传统领化射办法 第一个诉求 第二个 定这个不好办法的 圆明会的主委一将要下台 很简单就这两件事情 不过一张还是在他的位置上面 还是在 这个化射办法 其实也没有做任何的 完全的冷处理 完全的冷处理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 你们一直一开始是要求 这个蔡英文能够出来见你们 因为特别是在蔡英文就职典礼的时候 本来还在现场唱一首歌 那大家会觉得说 蔡英文说 你们就是他的朋友可以随时见他 可是经过一年当中 他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完全没有 我们本来在路旁边 还可以看到他车路过 我们被赶到看不到他的地方 虽然那里可以遮风避雨 离厕所热水都很方便 就唯一有个缺点 小英会看不到我们 其实这个事情就很明显 就让我们觉得说 那前几天228也一样 有史以来最硬的一次 过去228 因为是这么悲惨的事情 是虽然会有很多警察 但是没有那些铁架 就是很像北车一样 买车票那个有个铁柱 拉很多线在那里 是最低限度的 那这一次是历史以来 最高度的三层的铁架子在现场 外面完全看不到抗认的人 是因为你们在那边 不是我们没有那么印象 如果有的话事情就改变了 那我们听到更夸张的事情 未来可能在民进党部周边 都不会有人开 你怎么申请就不会通过 就像每次你们来申请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我们就是用违法的事情 来凸显中华民国的不正当性 我们就是要违法 每次都是违法 但是很不幸的是 我去年底被台北地监署 正式的公告 我们不起诉 我们没有违法 马耀也不是什么 被认定的 但是表面上是这样做 但其实是我们的抗议场地 以前都可以 现在都非常硬都不可以 连可能独派的人 要去民进党部周边抗议 在领务局就被揽下来 你能够进得去 马上就被拖出来 像228那天也有人冲进去 很快就被拖出来 没有这样的空间 他的眼睛 现在跟马英九一模一样 不要看到那些不高兴不好的事情 一有国安单位 几人全部要清理掉 最短的间清除掉 不能够让公主不高兴 其实我觉得 刚刚也跟马耀开玩笑讲说 其实你们在那个地方 是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就是因为 虽然你们是抗议者 但是你们其实也是一个观察者 在最近这一年当中 这个公库的报导的量 其实并没有减少 因为在蔡英文执政之后 这个所谓的抗议的事件 其实并没有因为而减少 我不晓得 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媒体 这个媒体比较从一个远的地方 去看这件事情 你们其实是就近观察了 你们在就近观察 你们看到了什么 在这一年当中 这样的一个抗议的事件 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政府在面对这些抗议事件 他们的态度跟做法 有什么不一样 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转折点 时代力量 这么多的立委 在总统府前抗议 下场都是如此 立委有这么多个立委 一个政 有党团的 都是这样的下场 你其他人更不用谈 所以那个时间点之后 你注意看 凯道上面还有很多抗议吗 有一定都是比较无害的 能够人多 或者会比较激进的 几乎没有空间了 大家可以再继续观察 后面上凯道机会 像今天2月24号 2月28 蔡瑞月武导师 他们办的活动 连路过都没有 只有在襄阳路 然后到立法院 就到行政院 连路过的空间都没有 我们也很想 2月26本来重回去 但是就是 知道警方非常非常强硬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没有那个本钱 可以受伤 可以被 被台 被那个 我们就是安静 我们也在等待 我们在等待好的时间 重回去做一件 做不一样的事情 可以有影响能力的 或者让更多人 知道更容易一起参与 但是条件上 非常非常的不利 未来凯道的抗争活动 只会越来越少 非常非常不容易 就是很 一个可以值得观察 观察的现象 那我们在那边看到 就时代力量之后 没有空间了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看起来这个层次 是越盖越高 这个巨马是越堆越高 事实上这个民进党 在长期以来 或是过去 一直觉得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民主的象征 也背负了很多的期望 我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越来越多人 是感到失望 那其实当你们在 凯道的时候 其实你们也提出说 虽然蔡英文来见 但是他没有见 那另外其中一个理由 没有见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因为 他说这个是行政院的事情 这是圆明会的事情 总统府不能够 随随便便的就跑出来说 你要见面就见面 那我这个其实是违反了 这个宪政的体制 OK 那这个当然 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虽然不要去谈 这个台湾的宪政 从台湾宪政的体制 角度来讲的话 事实上当然有 圆明会有 他这个行政成绩的单位 可是有意思的是 赖清德也曾经到现场去 那到现场去之后 他说了什么 他做了什么 他现场去之后 又改变了什么 因为赖清德院长 他事实上就是 圆明会的长官 这是圆明会的上级 那这个上级都来了 那有什么改变吗 其实想你讲那个话 其实蛮没办法接受的 上月22日他就说 基本上我们就是这里 虽然是原转会 是原住民 跟中华民国最高的 谈判协商的机构 特别是原住民转型争议 最高的机关 但是他说 那我们也不能够 指挥立法院 我们要尊重立法院 司法院也不是 我们能够指挥的 但是他应该非常 印象深刻 8800亿的时候 他说要过就过 请所有的立委 南部的乡亲一定要支持 那一例一休也是一样 所有立委不听话的 对不对 林淑芬 到南部乡亲一定要支持 他不是说要过就过 这时候突然怎么变成 不是他的事情 又不可以插手 又不可以指挥 不必 所以很多人说 你们找做方向 应该去找 不必 就是小英 你就是做决策的人 虽然是内阁制 其实都是你说的算 你看赖清德经济 能够带多少人 能够改变多少事情 都还是以小英的意志为一致 那是假的事情 所以赖清德来也只是 虽然是很有善意 很客气 但就是 没有任何的改变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问题还是在小英身上 他愿不愿意改变 虽然他讲了要跟 这次又讲了新的 要跟国际的标准 国际的水准一样 但就是 比较简单的笑话 他有在去年底 十月底的时候 有去了 去行亲这里 去找了土发鲁 索罗门 去告诉大家 他去行根这里 然后告诉南太平洋的朋友说 要行根 要溯源 大家的源头是在台湾 这当然是做给习近平看的 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是他的最亲的朋友 小英又自称他有台湾族的身份 我们最亲的都不来看 去看我们的远亲 没有关系 这就是紧夹卖给搞的概念 但是要不要好好的谈 原住民的转型争议 假的动作越少越好 你终于一定要面对 即使我们人很少 但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看你要去国外 你还是要说南党民族的源头 台湾 你做四大运 你的选手里面很多还是需要原住民 你各场的表演节目 你还是或者是外交部出去 都想要找原住民 你是想躲不掉的事情 你要不要好好面对 你自己在乎的原住民的事情 转心争议 然后今天更夸张的事情是 国发会主委陈美宁说 过去的缺水缺电缺 特别是缺土地这个问题 现在是找台糖 那台糖今天 昨天有个案子通过了 要标售900平的土地 要释出土地 因为很多的企业 特别缺土地 找到台糖的土地 那转型正义 国民党这些不公 不愿意开始一件件整件 台糖的土地不需要面对吗 但是台糖不就是一个 所谓的公有土地吗 这不是跟他之前讲的是矛盾的吗 台糖就已经标了 标售出去了 标售出去了 各个县市政府 台糖过去民进党最在乎的事情 只是现在台糖的老板 换成民进党 就可以这样做吗 就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这样子检视看 你看怎么看 多么难看的事情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刚刚谈到 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蔡英文的态度 其实在 虽然从宪政局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怎么怎么样 可是他态度是如此 不过还是要回到 我刚刚谈到的是 那赖清德到底说了什么 赖清德 他来的现场 那我们就一直告诉他 那我们的看法 针对原基法第21条 跟这个传统率的划设 到底指的是哪里 然后跟圆明会的 针对21条传统率划设的空间 不一样在哪里 那圆明会只可以划公共地 那对我们来讲 公有私有 都是我们的历史 那他重复的反复的理解 因为我们那里有六本课本 第六本课本重复 他就说那本来是这样 对本来是只有原住民土地 那后来这天才委员加了 原住民土地 及周边一定范围之共有土地 针对后面这句的意思又是什么 他重复理解了 那他说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传统率划设办法 跟知青同友权一起讨论 知青同友权又是另外一个执法 就原济法前面有一个 专中医划设办法 跟知青同友权 他说可不可以一起讨论 当然是好 虽然族人会很害怕 化尽器不好 大部分很多人支持 来到这里 他也搞不清楚 化还是比较好 还是不化 比较好 因为这一题蛮难的 但只要有讨论 都是有进步的事情 慢慢就会知道说 屏东有一个赛家清洋机场 那是不用划设的 但是那个老板 也去跟原济民讨论 然后大家对于 原济民讨论 如果原济民都说no的话 所有事情都不会开发 这样觉得标话比较好 那不是哦 原济民后来同意 同意的原因是 厂商觉得 百分之 他可以提供利润的百分之40 他就觉得很抱歉 只有那么少 明年可能可以41岁 越来越多 所以族人也同意 那老板就继续 两边都可以合作下去 不见得都是说no 那这是 政府的立场就是觉得 降化进去 原济民在反对太麻烦了 缺水缺土地 现在这个行政上又多一道手续 多第六个麻烦 那在第一时间就 私有地 就通通不可以去划设 就不要跟原济民讨论 就不要跟原济民 行使自行同意权 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弄掉 但是在这个背后 就让私有地 原济民也有私有地 100年200年前 300年住的地方 所以这次全都会划设 自己的家不可以划设 家里的周边的地 已经种了很久很久 农地 因为是私有地 原住民也不可以划设 那保留地 好不容易拿回来的 是私有地 也不可以划设 你看 这么伟大的办法 原住民自己住的地 是不可以划为传统领域 只可以划共有地 那亚尼可以划 骂共有地 也还是不行 私有地 不可以划 共有地 反正这种不可以划 也没有跟你住民讨论 非常非常的厉害 蔡英文相当的厉害 这其实是一个 非常不民主的一种做法 其实民主 我们常讲说 他绝对不能够 只有化约成为投票 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一种公共讨论 那即使你政府 有他自己的一些主张 有他的一些立场 他还是要进行 这种所谓的公共讨论 不管是公听会也好 特别是跟这种 所谓的族群 种族有关的议题 这种讨论必须要更充分 否则他很容易 从某个族群 某个优势的观点 就去决定了一切 这其实是一个 非常不民主的做法 那虽然我们谈了那么多 可是必须回到 一个现实的状况 做了一年了 那怎么办呢 你刚刚有谈到说 好做了一年 我们成为某种的 这种所谓的压力 或者是也可以盯着 某些事情的 这个进行跟进度 那也提到说 要让这个事情 能够扩展 让更多人知道 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一般的民众 他可以怎么参与 这过去我们感谢 很多讲者来演讲 开了172堂的小讲堂 更多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现场 可以讨论 那未来 本来可能 再找一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出去唱100场 我也会出去演讲100场 就不会只是在台北 这什么方式 什么时间 那我们最近 在等台北的场地 但是还没有出现 如果有之后 我们想办法 因为过去都只有在台北 我们只要让影响力 可以到更多地方 把那可以去唱更多场 我们可以去更多地方演讲 让更多的人一起来 从台北这个点 上方到各多的点 一起来面对过去的历史 让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句话 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一起来面对过去 那么多人的难堪 那面对未来的开发 面对未来的历史 我们怎样可以是 没有人是居然 大家一起面对 一起来讨论 走出一个新的 我们一直在努力 像我们人数很少 不会影响蔡英文的选票 也不会影响 政治上选举的结果 但是我们就是一直做 一直做 我们不相信做到100年 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的问题 不会被正式的被改变 这样 我比你乐观不用100年 我相信一定是不用100年 因为我相信在台湾很多地方 很希望能够知道 这样一个资讯 为什么 因为就像你说的 就像法兰说的 没有人是局外人 今天一个事情 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其实不会是他自己的事情 而是一个整体的事情 也许我们现在感受不到 但是很多时候 他会跟你有关 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 在社运界 我好像常常讲一句话 很多人讲的这句话 就是今天猜王家 明天猜你家 今天这个王家的被拆掉 是背后制度的问题 是背后态度的问题 是背后民主程序的问题 他不是任何一个 个人单一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马耀来 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 下次在访问的时候 我们这个故事 我们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我们能够有更往前一点 我们现在一起加油 谢谢 我们下次有观众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